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跟您说的是树 在海南有这样一种树 它一不能用来盖房子 二不能用来做家具 就是拿来烧火做饭 它也不太爱着 这树看似是没什么用了 但是它毕竟是咱人类的朋友 至少还可以绿化美化环境 然而有人却在这样对待它们 您瞧 这刀砍 然后用电钻 火烧 是用尽了酷刑啊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么狠心 树得多疼啊 你最初你浇水 你湿水是它生长 你把它烧了 砍了 那些人那是破坏吗 搞破坏吗 那不到这里 看得出人们的环保意识还是很强的 不过呀 不用太担心哈 刚才看到的这些呀都是人工林 它们是需要定期补种的 人们费劲折腾这些树 据说都是为了得到一样宝贝 你知道吗 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呢 这宝贝和橡胶还真没啥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去海南看一看 在海南 我们的记者特意拜访了搞收藏的五老先生 他收藏的就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这就是难得一见的沉香 沉香 我没见过 沉香超市 是吧 沉香吗 是指的那个什么三十五的儿子吗 哦 知道了 是那个三点手的那个沉 你知道是一种香是吧 知道这里就木头吧 你知道吗 沉香到底是什么呢 这又看又闻的 它们确实像木头 说白了 首先沉香实际上就是一块木头 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虽说是木头 但是沉香可不是普通的木头 沉香这东西很稀奇 价格也是贴的价格也是贵的 价格也是贵的离谱 贵到什么程度 如果是上等的话 一刻就得上万元 黄金值钱不 它可是黄金价格的三百多倍 确实贵的离谱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沉香都这么贵 它们也分三六九等的 什么才算是好沉香 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一般来说 颜色深一些的 别看黑乎乎的 这样的沉香更值钱 沉香上不上档次 其实有一个简便的办法 就是把沉香放在水中 看它是不是沉水 沉香不是木头吗 还会沉水吗 你还别说 这块沉香还真就沉水 那同样是沉香 怎么有的沉水 有的就不沉水呢 这块木头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头 沉香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木头 它特殊在哪呢 通过现代化学分析 这木头里边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 背板铁或者是色同类的物质 背板铁是同类物质 太好考了 诶 正是这些物质填充到木头里边 本来白色的木头 颜色就变了 而且这样的物质积累越多 木头颜色就越深 比重越大 当这些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 木头的比重足够大了 就能够沉水了 当然 这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所以 这样的沉香很难得 自然也名贵一些 木头里的特殊物质 不仅改变了木头的颜色和比重 更神奇的是 木头的味道也变了 仔细闻一闻 这沉香有一种奇特的香味 它的整个这块的这种香味 你可能远远不一定能闻得到 但是呢 它的这种香味也不容易上进 就是说你一块沉香放在那地方 那十年以后 它还会有香味 这也是人们收藏沉香的重要原因 说起这沉香的香味来 很复杂 不同产地的沉香 香味会有差异 就是同一个产地的沉香 也会有区别 其实 以前人们并不知道 沉香为什么香 但是 这并不影响 人们对它的喜好 在古代 人们燃烧沉香 用沉香释放出的香气 必会去酌 并逐渐形成一种 独特的香文化 远不海内外 作为香文化 品香的过程 有着严格的程序 通过给沉香片加热 香味物质在高温下 更容易散发出来 香味也更浓一些 沉香的香气具有独特性 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 不像比如说平时我们闻到了 这种像薰衣草 就是像这种东西 就远远就能闻到这种香味的 沉香的这种香味 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内敛型的 如果要用一点带有文化的这种 所以来说是一种比较内敛型的 有点像它的名字一样叫沉香 是比较沉的这种香味 沉香自古以来就很名贵 为众香之首 可是咱说来说去 它也只不过就是一种木头 那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吗 什么树产成香呢 那什么树呢 香春树 桓树有桓花嘛 桓花开了有香的 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 巴黎 应该就是那种香树 是吧 大伙回答的是五花八门 不过有一位说的还真是八九不离十 那到底是什么树产成香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看 这种遭罪的树就是香树 它的学名叫白木香 在我国能够产成香的树 主要就是它 它还是我国的二级保护植物呢 除了白木香树 能产成香的树 在我国还有云南的成香 只是数量更少一些 那在全世界大概有15到20个物种 这15到20个物种呢 它分布情况是 我们国家是最北界 再往南能分布到东南亚地区 按说这产成香的树也不少 拿白木香树来说 在我国海南的许多地方都有 广东广西云南部分地区 也有分布 它们对于环境要求不高 繁育也不难 但是奇怪的是 有树不一定有香 健康的树它就不产香 这可是自古以来 人们总结的经验 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 只有受伤的白木香树上 才会有成香 它的行程主要是 在过去没有人工结香的办法之前 主要是靠一些这个自然力 比如雷劈啊 或者火烧啊 或者这个树 上半部分被砍断了 这个时候在那个伤口的部分 会逐渐产生香 那时候人们要得到沉香 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为自然条件下 白木香树受伤的概率比较小 而且即便是受伤 也不一定就产沉香 如果这个树的抵抗力比较弱 它这个有可能在整个伤口方面 会不断地进行这个东西的 这种腐烂 也不形成相应的沉香 为了得到沉香 白木香树不断地受到人为伤害 人工林还好说 可以补种 野生资源一旦破坏 恢复就难了 像这样的树现在是非常少 因为真正在自然保护器里面 可能还会看到一些 但是大部分现在有些的话 有少部分的话 都是在那个人家窝前窝后 那像这么大 基本上已经很难看得到 这些树的年龄至少有上百年 它们原来就散落在房前屋后 为了保种 丁宗庙十几年前 就把这些树移在到园子里 这些树得以幸存下来 在野外 要想见到这么大的白木香树 可不容易 为了摸清家底 考察队员对白木香树 多次进行资源普查 我们跟随它们进入深山 嘿 今天运气真不错 在这里发现了两株比较大的野生白木香树 这样的话这两块这样野生的 都是因为它这个地呢 早期存包了 所以保留下来 然而就是这么偏僻的地方 白木香树也没能幸免 人们这么折腾白木香树 就是为了让它结香 刀口下面已经开始结香 可是结香的量并没有多少 这么大的伤口 这树再大也经受不起啊 看树体的上部已经枯萎 估计过不了几年 这棵树也会死掉 这种传统的结香方式 对树的伤害很大 但是产量却很低 所以自古以来 成香就很稀缺 成香它实际上 就是说历史以来 它都是价值比较高的 因为像宋代的时候记载 就是一寸成香一寸金 一两成香一两金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直走 白木香这类树能够产成香 而且还非要受到 这样的伤害以后才会有呢 这在过去啊 一直是一个谜 成香也就显得更加神秘 诶 这里边还有什么玄机吗 国内外 就是从七十年代都开始研究 成香的这个 这个结香的这个技术 但是实际上 应该说这么倒置过来说 成香的这个技术的研究 其实更多是源于成香 是怎么个形成的 这一块的问题 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解决 过去研究 人们一直以为 白木香树受到这些伤害以后 是微生物参与了 成香物质的合成 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 这种微生物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有人分离出一种真菌 黄绿木耳菌 后面大家很多的这种研究 就受制于这种认识 一致就在探索 比如说黄绿木耳菌 能不能很好这种香 探索它的各种使用的 整个这块这种这种方法 多少年过去了 利用真菌结香的效果不理想 白木香树被刀砍火烧的情况 也一直没有改变 以未见何为首的科研团队 借助沉香研究之后 转变了思路 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白木香不管是单纯被砍伤 折断 虫咬 还是用化学物质处理 都可能让它结香 而微生物并不是 产沉香的必要条件 那沉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这个项研究 应该说是充满了诱惑性 和充满了这个挑战性 所以后来我们提出来一个假说 就叫做这个伤害 诱导这个防御反应 产生沉香的这么一个假说 也就是说 白木香树受到伤害以后 在它的内部启动了防御反应 发现敌情迅速启动保护机制 为了不让伤害蔓延 赶紧合成一些沉香树之类物质 这些物质不断积累 会形成一个保护层 中间这比较浅的一层是过渡层 然后最深的这一层 就是我们所要的沉香层了 这个沉香层起到了隔离的作用 保全了更多组织不受到伤害 时间越长 沉香层越厚 白木香树是一种很有智慧的树 它产沉香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过程 大部分这个树种是不具备整个这块这种结构的 另外比如说包括它合成的这种基因 这个当然也是来自于它的整个这块的遗传背景的 所以说应该说还是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一个物种 在抵御外界伤害的过程中 白木香树合成了沉香物质 由此给人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这沉香真的是来之不易呀 白木香树要历经磨难 才会有那么一点点产量 难怪这沉香会这么珍贵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这沉香到底能干什么 像这是给空气去味的吗 先放空气吧 我喜欢闻的味 吃上宠宠之类的吧 应该是药吧 沉香确实可以入药 而且应用的历史很悠久 许多古代医书上都有记载 最早的时候就在那个梁带那个桃鸿井的明依别录里面 它记载了就是沉香就是性微温 然后能够聊风水种毒 然后去恶气 后来在不同的时代都有沉香的药用记载 明朝医学大家李时珍对沉香有了新的认识 李时珍就是把沉香的功能组织 就加入了自己的临床的一些经验来一个总结 他就认为沉香这个东西主要组织上热下寒症 然后就是大肠虚臂症 还有就是能够降溺平喘 治疗小便气令 就这些症状 归纳起来 沉香煮至温中止藕 纳气平喘 温慎壮阳 里气止痛 沉香自古就有稀释药材的美誉 至今仍然在临床上应用 几千年下来沉香它在配药里面就配得非常多 将近两百多种中成药都要用到沉香 包括一些沉香的影片 很多老中医都在开发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些沉香 按照现代药理分析 沉香里的许多成分确实有着独特的药理作用 你比如说古代人他就说沉香这个东西就有按神作用 那你现代研究的 它就是有那个绿饼琴样安定作用 那就跟它是相对应的 沉香里边还有这么多学问 这样的例证多着呢 这也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我国中医药的博大精神 为现代医药的开发打下了基础 整个现在药理学研究 现代化研究 现代学研究和前期我们古人所说的 就是一些沉香的组织症状是相吻合的 我们可以根据就是古人临床上的一些经验 来做一些就是七种的一个深入研究 来开发一些我们现代人所用的就是一些 包括药品也好 包括就是保健品也好 来造福人物 沉香不仅可以入药 还可以泡茶 煲汤 我国古代就有药食同源的说法 沉香在增加香味的同时 还具有保健作用 沉香的用途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按照不同的等级和需要 可以用来收藏 也可以做成现香 用沉香做成的饰品或者工艺品很受欢迎 在把玩观赏的同时 闻其香气还能调理身体 沉香开发价值很大 但是由于资源确实有限 价格又高 制约着沉香产业的发展 如何解决沉香资源匮乏的难题 这白木香树就成为了咱们关注的焦点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物种 魏定河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努力 做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成果 白木香吉香的技术瓶颈被打破 彻底告别了刀砍火烧的传统吉香方式 白木香树只有在受伤的地方才可能产香 所以这产量一直很低 那么有没有让树多产香的方法呢 有人还真就研究出一种方法 可以让白木香树浑身产香 这里边的技术是你不知道的 那明天呢 我们就在你知道吗 节目当中告诉您所不知道的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信息 你可以登陆央视网科技院栏目的首页进行查询浏览 同时啊 你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其他方式来获取节目信息 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引起大奖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历经磨难 沉香来之不易 一个团队一项技术 让沉香产量有了突破 八年生的这个产量 大概能达到半斤到一斤的这个程度 古老而神奇的白木香树将怎样形成一项大产业 科技院下期讲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呀 你不要搞 sci 诞弘 马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場在尽门上